穿成音乐文女主 我绑定了发疯系统 发疯一次 赏金百万 电影发布会上 男主的白月光让我给他擦鞋 我一把薅下他的鞋 扭头跑出二里地 当哄小声骚扰我 我直接唱起rap 给你一电炮 点了你的五迷三道 也不看看自己多小 胆敢对我说你想要悠 导演不怀好意 让我帮他倒酒 我喝酒 漱口 吐到他杯子里 阴暗扭曲爬行 手舞足蹈 上墙爬屋 掀翻酒桌 拳网朝我疯了时 我已手握一个小目标 被白月光迷到脑子有泡的前副歌 单膝下跪在我面前 碎碎 从前是我糊涂 你愿意重新嫁我一次吗 我只冷冷一笑 掏出股权转让输 先了吧 以后我就是你老板 你就是我下属 别天天想着攀高枝 男人 就是要恪守本分 宝子们好啊 祝大家顺水顺风顺财神 关注喵喵不迷路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 我穿成月纹女主沈碎 原书中 沈碎和江琛商业联姻 从一晚白周中找到了家的感觉 对江琛爱得死去活来 可惜他将江琛当救赎 江琛拿他当提身 就在江琛发现自己对沈碎 也产生一点感情 摇摆不定时 白月光顾楠楠立刻发大力 先是设计挑拨离间 又遭她了沈碎 在娱乐圈多年兢兢业业演戏 积攒下的口碑 让沈碎被拳网黑 而沈碎主打一个单纯小白花 任人欺凌 御事只会疯狂自证 外加摇手卷 圣母到圣母玛利亚 都得出来叫声老祖宗 爹不疼娘不爱 婚还结得很草率 白月光时不时来搞个陷害 Buff别满了 最终沈碎给自己气得满身杰杰 恶化成癌 自杀了 按理说他死后 剧情应该到伏笔逐渐曝光 开启沙茶虐渣火葬场的情节 结果谁知 作者写到这 中了两千万彩票 太贱了 盲目了 草率了 看前望看评论了 深夜我听着节节和增声咔咔声长的动静 生气睡去 谁知一睁眼 我穿成了沈碎 穿过来时 正巧在电影发布会现场 这是顾楠楠回国后的第一部电影 她为了宣誓主权 特意跟江琛撒娇让沈碎作配 演她和男主间的第三者 原书中 顾楠楠从沈碎座位前走过时 故意撞她一下 沈碎的咖啡就浇在了她的身上和短靴上 顾楠楠便要羞辱沈碎 以自己腰伤为由 让沈碎在众目睽睽下帮她擦鞋 沈碎不堪其辱 死活不肯弯腰 非要解释是顾楠楠撞了自己 可惜监控角度刁钻 周围不少人挡着 没拍到当时的情况 沈碎口碑不好 观众自然相信顾楠楠多一点 事情一曝光 网友纷纷辱骂沈碎 说她嫉妒顾楠楠 故意毁人造型 不说还要栽赃 顺便心疼顾楠楠敬夜 拍戏拍到腰伤 让网友骂沈碎 对她来说像呼吸一样简单 此时咖啡已然跌落 顾楠楠发出哀压的动静 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立刻上前地址 我还没回过神 突然有道机械的声音响起 欢迎宿主绑定娱乐室个圈 发疯系统 系统任务 发疯 系统奖励 按发疯等级发放赏金 赏金金额十万元起 十万元起 我输的一个抖擞 来精神啊 顾楠楠见我呆滞 眸中划过一丝冷笑 动作却还是在焦急的 擦着身上的咖啡子 我们身上已经带了麦 此刻顾楠楠小心翼翼的声音 传遍整个影院 可不可以帮我擦擦鞋子 我不说话 直播镜头对准了我 屏幕上顿时都是骂我的弹幕 怎么回事 刚刚审遂顾一的吧 MD心疼我楠楠宝贝的造型 果然跟爆料一样 就是一小太妹 仗着自己有钱没教养 顾楠楠脸上划过得意的笑 嘴上茶言茶语 我不是故意让姐姐擦的 但前段时间我拍戏腰受伤了 不能 我回过神 在顾楠楠怪异的眼神中 突然咧开了嘴 当场一个单膝下跪 热情招呼 来老妈 脚放姐姐膝盖上 姐姐给你擦得明明白白的 现场一片寂静 顾楠楠愣住 迟疑一下 却还是把脚放到了我的膝盖上 我看了眼镜在眼前的脚 冷笑一声 小绿茶 姐还治不了你 我绝对不会陷入自证陷阱 但我 一定会为了金钱发疯 顾楠楠踩着我 整个人都快要飘起来 唇边的笑 几乎掩饰不住 我手法矫健 恐无有力 一把将她鞋薅下来 扭头就跑 拿来把泥 变故太快 鞋里飞出一五厘米的增高垫 顾楠楠当场懵了 沈穗 你干什么 我一边跑 一边嚷嚷 还一边往她鞋上吐唾沫 帮你擦鞋啊 我怕擦不干净 唾唾唾 唾液消毒 你看我擦得干不干净 顾楠楠一脚踩着里外增高 进七厘米的鞋 一脚踏空 助理上前搀扶 都掩盖不了她此刻的别扭 不少人视线落在地上的增高垫上 她丝毫不见腰伤 三两步捡起 当场疯了 都去抓她 都抓住沈穗 我的鞋 沈穗你停下 我上蹿下跳 尖叫疯跑 啊 你说什么 这位太辣眼了我听不见 你 你 顾楠楠气得眼眶通红 说不出话 脑海中机械音再次响起 赏金入账 一百万元 我狠狠捂住嘴 生怕自己笑出声了 这种程度就有一百万了 我大手一挥 撕个大牙 先来个小目标的 电影发布会 属实抓码 我抱着鞋子 跑出二里地 终于制片人给我打电话 已不参加发布会 属于违约会赔钱要挟 结束了这场荒谬行为 整场发布会 顾楠楠渲然欲气 而我秀才 MP4 望着系统里 因为我的发疯 而不断增长的余额 忍不住笑出了声 其实当初顾楠楠 陷害我的手段很低级 说我初中时是太媚 站着家里有钱霸凌她 还欺负别的同学 她买通一堆当时的校友 为她佐证 网友很快就信了 不仅如此 她隐晦地说我骚扰男同行 又把我的联系方式 挂到外网的交友平台 造我黄谣 营销号装作无意间发现 起力抨击我娱乐圈 选妃还不够 还想寻求刺激 玉女一个 私生活乱得很 没人知道 那段时间 因为我的联系方式被曝光 好友验证 短信里躺满了乌言慧语 喜欢多人 开发多少了 粉的黑的 看着冷冰冰 这么欲求不满 我怎么早没私下刷到你 呦有偿也行 当时蔡蔡帮我处理这些事 固定证据 都气得失眠好几天 更别说沈碎本人 她报警 也反复自证 可没用 调查需要时间 网友不在乎真相 最终就是气得自己乳腺节节嗷嗷长 那以后 沈碎罹患抑郁症 性格更是沉闷 江家因为这件事 冲我爸发了很大脾气 在我爸眼里 我小时候是问题青年 长大了就是问题大人 不会撒娇 不会攀附 哄不好老公婆家 当初她倒插门进我妈家 伏地坐小 受了一肚子气 我妈去世后 她才找到一点男主人的威风 见我这张和我妈几分相似的脸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仅信了网上那些谣言 还当着后妈弟弟的面打我巴掌 说我真丢她的脸 而江春本就在顾楠楠和沈碎之间摇摆不定 又厌恶沈碎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于是她的丈夫 明知道沈碎不是那样不堪的人 却借着这个由头 毅然决然理智气壮地跟顾楠楠搞到一起 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但无所谓 我会发疯 不出我所料 发布会刚结束 我就在休息室 看到早已等在内的男主江春 顾楠楠见江春来 像狗见到主人 熬得扑了上去 我的助理 菜菜气的脸都红了 他是圈内唯一知道我和江春关系的 压根不明白 狗男人为什么这么不要脸 当着正牌老婆的面 跟小三这么无所顾忌 我拍拍菜菜的手 别生气 男人 都是这么变态的 江春脸色一变 沈碎 你说谁变态 我 沈碎 无差别攻击所有男人 你 顾楠楠见我们说话 立刻插嘴 拿出毕生的演技 冲江春委去 江春哥哥 刚刚沈碎姐姐 不小心打发咖啡 我跟品牌方介的衣服 都弄脏了 我只是 他红着脸 昨天太累 腰弯不下 才让沈碎姐姐帮我擦鞋的 谁知道他 他 江春安抚的拍拍 顾楠楠 立刻向我发难 沈碎 跟楠楠公开道歉 他是公众人物 你当众那么说他 让他怎么做人 我笑咪咪 他是公众人物 我不是 大夏天的穿的靴子 整个闷不裂切的增高鞋垫 在里面还穿丝袜 我寻思脱下来 给他擦擦 结果那脚跟个 臭鸡蛋似的 当场给我吓跑了 请问 谁替我的鼻子发声 江春没忍住 抽了下嘴角 我知道 他脑补了 顾楠楠脸都有些扭曲 我脚不臭 行行行你脚不臭 我脚臭行了吧 不是我说 你俩是真有意思 你 我指着顾楠楠 天天对着江春哥哥哥 你老母鸡下蛋 不叫使不上劲呢 大哥您真有点意思 不知道的 以为你是他老公呢 你还记得你结婚证上 另一半是我不 我看你脑壳发晕 对他色令致婚 嗓子里有香皂 说话就带气泡 眼睛连着神经 简直瞎得不清 尊重祝福所死 回头把婚离了 我祝你们百年好合 江春眉头皱成穿字 又松开 他放开顾楠楠 自信一笑 沈碎 你现在敢用离婚威胁我 你今天不太一样 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新把戏不错 很新鲜 我大惊 你是怎么解读出这种信息的 他向前两步 捏住我的下巴 记住你今天有多嚣张 你马上就会过来求我 话必 他拽着顾楠楠走了 两人一走 我立刻回头找蔡蔡 蔡蔡兴奋的脸都红了 姐 我第一次见你这么硬气 以后还有很多次 我苍蝇搓手 录下来了吗 录老清楚了 蔡蔡给我展示他的大疆 他们俩没一个注意到我的 刚刚我拍蔡蔡的手时 特意点了下他手里的摄像机 他以为 我想保留江春出轨的证据 手里也能留把柄 让顾楠楠不那么嚣张 谁知 当晚我就把这段录像爆了出去 网上瞬间掀起惊涛骇浪 热搜词条就上好几个 顾楠楠小三 沈岁已婚 沈岁江家少奶奶 网友们都疯了 吃瓜群众纷纷表示 从来没吃过这么劲爆的瓜 什么昨晚累到腰疼 还要说是拍戏受伤 什么竟然这么理直气壮的当小三 顾楠楠的粉丝 根本吵不过网友 他的超话都被网友冲了 而我对网上的消息压根不关心 只有系统的路账能让我快乐 系统无语 才一天 你就搞到这么多钱 我笑了 发财当然要趁早 毕竟我物色好了几个投资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我回到沈岁妈生前送她的公寓 从前沈岁住在和江春的婚房 可后来顾楠楠成了那里的常客 他们俩整夜胡闹嗷嗷叫 沈岁只能在另一个房间摇手卷 他就眼不见心不烦 干脆搬了出来 他搬出来 不是真的为了搬出来 而是在期待江春接自己回去 原书中沈岁被扑啊得很彻底 他一边割舍不下亲情 一边心里爱着当初对他有求必应 给他煮白粥的江春 然而这两边都不当人 于是沈岁遇到点事就自己生嫩气 没有合理的发泄途径 人自然是要气出病 而我坚持的一贯理念就是 与其内好自己 不如发疯外好别人 更何况现在发疯还有钱 顾楠楠和江春都要被网友喷成筛子 我懒得看 但菜菜爱看 他一招翻身做主人 在我旁边笑嘻嘻的读评论 读到一半一个卧槽 我从财经杂志中抬头 卧槽什么 菜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顾楠楠发声明了 他说是他先遇到江总的 江总跟你只是商业联姻 没有感情 你们从来都是个过个的 还说你私下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菜菜气得差点摔了手机 这大姐是真不要脸啊 没事 我笑笑 江春不敢出来说话 这就够顾楠楠恶心了 毕竟他当初之所以没跟白月光在一起 就是因为家里不同意 顾楠楠家境贫寒 只堪堪上了个中专 有个独鬼爸爸 又只是个八线小明星 而我虽然同在娱乐圈 却是这儿八经考上表演院校 科班出身 敬业努力 演技好 家境也好 只不过后来顾楠楠帮上一个老板 那老板送他去国外进修演技 现在的环境 蚊子到国外飞一趟回来都得镀金 后来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吹了 他这才又回头找江春 江家做食品生意的 挺大一品牌 最近七夕刚刚推出情人节套装 还买了个江氏甜品 太懂女孩了的热搜 这回大家看见这视频 纷纷出来抵制 保守估计 江春晚上就要回江家贵半小时 男人两大特点 第一 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间这些算计 他们心里面儿亲 第二 自己是永远没错的 错的都是女人 我也从蔡蔡读评论中了解到 现在网上多了很大一批支持我的粉丝 不是支持我的作品 也不是支持我这个人 而是纷纷问我 姐 什么时候出来发疯 累于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同时 他们也对我从前的那些黑料产生怀疑 沈碎被造谣最厉害那段时间的通告表 每天早上五点开拍 晚上十一点收工 导演还说他静夜 你们告诉我他哪有时间去找那啥 之前说沈碎骚扰过的那个同情 后来是在酒吧里 被爆出性骚扰女生的那个许乔吧 这种人 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剪点的 而顾楠楠的声明发布后 虽然他们在努力网 豪门联姻的悲哀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尚待 但显然这件网友并不好骗 热评第一 众所周知 在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外的那个人 才是第三者 要说之前 沈碎不报 无非是还抱有幻想 觉得要跟江青之间留些余地 可对男人抱有幻想 是女人最大的bug 我心中无男人 拔剑自然神 原本密不透风的舆论 被我撕开一道口子 这是自证永远做不到的 看啊 明明有些是很简单 一直忍让 不会有好下场 只会在别人设定好的游戏规则里 鬼打墙 但当你不再恐惧 就会无坚不摧 这还只是个开始 我看着手机上62个江青的未接来电 慢悠悠地回了个电话 沈碎 你还敢接电话 造成现在的局面你满意了 江青声音巨傲 带着威胁 看来你还不了解现在的情况 我也不介意告诉你 以沈家目前的情况 只要将是撤资 沈家就没了 我啃着苹果 嘟起嘴 尊嘟假嘟 江青瞬间火冒三丈 沈碎 你这年纪已经不适合装可爱了 立刻发声明帮男男成亲 大宝男 沈碎 江青咬牙切齿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没理江青 直接挂了电话 不客气 能有多不客气 不出所料 不过五分钟 我那糟心的爸就打电话来了 他声音韵怒 你回家一趟 我啃苹果 啃啃啃 你求我 我爸声音立刻扬起 你爱回不回 遵都假都 我爸被我气得不轻 直接破口大骂 沈碎 你别忘了你是沈家的人 我把你拉扯到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女儿嫁出去了 也要为家里做贡献 而不是给家里添麻烦 回家 我带你去江家赔罪 蔡蔡气得手握成全 我都不想让他在这听 不然 我怕他也要开始长乳腺节节 一颗苹果啃完 我擦擦手 轻轻嗓子 开始了 爸 我知道你生气 但是你先别生气 我有些心里话 想跟你说很久了 非常重要 换作之前 沈碎就开始哭了 所以我此刻的平静 让我爸愣了一下 他冷着声 什么事 林阿姨在吧 林阿姨声音传过来 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 那没有 林阿姨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是没有秘密的 林阿姨哼了一声 爸 林阿姨担心咱家破产 已经偷偷把市中心两套房子 转移到他哥民下了 林阿姨即刻尖叫 你胡说什么 我爸应该是也察觉到什么 顿时气得气喘如牛 他胡说 我去查查就知道 他是不是胡说了 臭婊子 上次你是不是就在藏房产证 老子还没死呢 你就巴不得把财产动 等等 我出声叫停 这还没完呢 林阿姨 其实我也有话想对你说 林阿姨语气恨恨 什么事 在咱们小区一号楼三单元301 住着的是我爸的秘书 他怀孕了 孩子是我爸的 好啊 好啊 林阿姨顿时疯了 你养小三养到我面前了 你还敢把那狐狸精养在咱们小区 沈刚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我好惨啊 我好惨啊 人人才14岁 你就做出这样的事 对面打成一团 传来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菜菜都听傻眼了 我听了一会笑话 每每挂断电话 江琛像是看准了时间 打电话进来 他语气自信 怎么样 发不发声明 不发 这单我不会给沈家做 我笑了 你别给 你给你是我孙子 天天威胁壮样子 心眼就像一颗豆子 低头我是你龟儿子 江琛涉足房地产行业 给江家转型开了好头 也因此 他又有了底气 中间我接到电话 对面传来江琛最熏熏的声音 我喝多了 我要喝你做的粥 从前哪怕沈岁不在家住 如果江琛肯主动打电话 他也会送上门去 可惜那是之前了 现在我只会阴阳怪气 几天不见你手段了 不是最会做白米饭了吗 自己熬 江琛气得呼吸粗重 沈岁 你真是疯了 你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看着股票对打如流 在乎啊 在乎你们什么时候死 江琛当即气得挂了电话 第二天 就拍到他和顾楠楠同出同入 这段时间顾楠楠低调得很 此刻一被拍到 立刻就让营销号取代风向 上次沈岁视频里 也说想离婚 这两位好事是不是尽了 哎 说到底商业联姻都是资本游戏 如果他们是真爱 最后能走到一起也可以 终于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之前顾楠楠被骂好惨 真爱万岁 呜呜呜 被骂成那样还没放弃 纯爱战士应声倒地 倒是把自己洗得清新脱俗 我最近通告多 不少杂志 商务 剧本都递过来 赚钱不只有系统这一条路 这些我也交给蔡蔡去筛选 另一边 我最近刚刚成立公司 准备拿系统赏金进行一些投资 蔡蔡来时 我刚发招聘信息 她语气很冲 顾楠楠真会恶心人 她递了一份文件给我 我看一眼 轻哼一声 这档综艺还是来了 综艺内容很简单 让我去做顾楠楠的对照组 全程装傻充愣 以衬托顾楠楠的聪慧美丽 原书中 沈岁没曝光顾楠楠和江琛的关系 综艺直播时 顾楠楠下什么套沈岁 都能精准地钻进去 到最后又被网友骂得出不了门 而这都还不算重点 重点在综艺外 这档综艺男嘉宾之一 许乔 正是之前顾楠楠诬蔑沈岁骚扰的男同行 之前沈岁不知道 现在上帝视角的我却知道 许乔此人心术不正 人前人五人六 背后竟然好赌 他曾与顾楠楠发生关系 并录了视频 以此要挟顾楠楠给他钱 顾楠楠一心嫁入江家 自然不能让这件事被捅出去 他便让许乔私下骚扰我 并拍下照片 事成之后 他会帮许乔还赌债 而这部综艺的导演 一直对沈岁有意思 当初他不知道沈岁已经跟江春结婚 自然是色胆包天 没少骚扰沈岁 这算是当时顾楠楠的意外之喜 当时他便将这两部分照片发了出去 说沈岁确实是玉女一个 路荡综艺都能勾搭上俩 简直不减点 于是沈岁被骂得更狠了 顾楠楠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江春和我离婚 但虐文男主很难评 一边恶心你 一边不想跟你离婚 江春看到这些图片 也只是将沈岁带回家 扔到浴室冲干净 然后施虐 完了还死活不听解释 你得委屈求全到他自己想明白 仿佛人生就得绕着这孙子转 蔡蔡见我面无表情 出生安抚 没事 不想去 咱们就不去 这综艺剧本是江春的意思 他还想逼王总让你接下 说如果你不接 就别给你其他通告了 笑死 他是认不清你现在也算摇钱术 王总当场就拒绝了 剧本递过来 给你看个乐子 如果我不是呢 蔡蔡一愣 如果我不是摇钱术 王总就不会有任何 跟江春撕破脸的可能 直接把我塞进去 更何况你真以为 王总说拒绝就是拒绝了 他要真拒绝 这本子不会递到我手里 不过是在试探我 如果我想去 刚好他好跟江春交代 如果我不去 他也不为难 顺便递给我几个其他本子 让我不好意思拒绝 背后算盘都不知道敲坏几个了 而江春这样 也不过是我惹了他 他用这种方法 逼我跟他服软 那咱们不去了 凭什么去 不受这委屈 不 我要去 沈碎姐 我咧开嘴 几乎听到系统前进账的声音 菜菜 收拾收拾 这破天的富贵要轮到我们了 这是当慢生活直播综艺 我去的那期需要直播三天 嘉宾三常驻三飞行 常驻嘉宾是当红综艺男星饭裙 老牌影后顾欣 最近爆红的小声未消 而飞行嘉宾正是我 顾楠楠 还有许乔 名单刚公布就喜提热搜好几个报 评论里清一色都是在爱扣我 沈碎离婚了请扣衣 没离婚扣顾楠楠眼珠子 沈碎姐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妈姐 想看沈碎发疯 尖叫扭曲爬行 一按扭动如动嘶吼 竞轮飞进原始森林 荡树藤变成猴子 吃香蕉 对着观众扔香蕉皮 随风飘荡 跳舞彻底疯狂 建国以来最歹毒的综艺来了 Cathleen团队 你是会盘人的 好怕碎姐扒了顾楠楠的血 然后飞出十厘米增高垫吗 直播选在云市郊区的一处庄园 四季如春 风景秀丽 我刚上节目组的车 PD就指着我面前的手机支架 事宜直播开始了 我露脸的时候 直播都卡了一瞬 隔着屏幕 我感受到了网友的热情 刷太快了我看不清 刷慢点 姐 马上就看到顾楠楠了 你开心吗 我笑了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我在我婚房天天看见她 小三这么嚣张 我茶言茶语 没有啦 她只是她的妹妹 怎么会是小三呢 离婚了吗 我笑 还没理由 我努努力尽快离 记者朋友们帮帮忙 我能不能告重婚 就靠你们提供证据了 顾楠楠的脚真的很臭吗 嗯 怎么不臭呢 中间也有几条不和谐的评论 造谣别人见不见得你 然而不等我开口 她的评论很快就被吃瓜群众冲了 我哼着歌打开手机 看着今日收益 笑出了声 顾楠楠还在想着 怎么辞劲打倒我 让江琛成为她可以依附的男人时 我已经在偷偷发财了 车很快到直播地点 我到时 除了顾楠楠 大家都等在那了 她姗姗来迟 看到我时表情得意 我也知道她在得意什么 毕竟能让我出现在这 她的计划就成功一半了 常驻嘉宾跟过去一样 队长是饭群 而飞行嘉宾 就要用意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谁是队长 题目放到我们三的面前 我才发现 节目组就给了一道很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X2 3等于1 答题最快最准的就是队长 看了眼睛睿智题 想到台本上让我装不会 我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许乔倒是敬业得很 一副纠结蛮久才得出结论的样子 而就在许乔算的时候 顾楠楠已经自信放下笔 弹幕上顾楠楠的粉丝瞬间兴奋了 楠楠已经算出来了吧 好牛好牛 另外两个在干什么呀 这么简单也需要想这么久吗 楼上在乱夸什么 上过初中就会 神姐一看就是懒得搭理好吧 一分钟过去 节目组宣布即时结束 我说的直接 不会算 许乔表情为难 答案是二吧 节目组摇摇头 镜头摇到顾楠楠那边 顾楠楠自信先开题板 PD笑道 恭喜楠楠算得又快又准 这道题的答案有两个 那就是正负二 顾楠楠笑得羞涩 好久没算过了 真怕算错 我嘴角抽了一下 PD很给面子 楠楠之前数学不错哦 顾楠楠志得一满 我之前高数都拿90分的 这次我真没忍住 突吃笑了 你们中专也学高数啊 顾楠楠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红 张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PD表情倒是兴奋 直播综艺 矛盾就是暴点 现在收看人数都要破千万了 我话音落下 弹幕上顿时刷过一片 哈哈哈哈 顾楠楠的粉丝立刻跳出来 搭姐你在说什么 顾楠楠正经戏剧学院毕业生 还去美国进修过 什么中专啊 但是你真别说 顾楠楠之前真被爆出过 就是个中专生来着 不是看不起中专生 我就想知道 她是不是学历造假呀 神姐果然敢说 这综艺我要追了 顾楠楠也看到了 弹幕上质疑的声音 立刻澄清 你胡说什么 我摊手 行吧 我胡说 你高数90 你厉害 背个勾股定理听听 顾楠楠脸色一变 勾 勾什么 这回饭裙和卫肖都没忍住笑 顾楠楠察觉不对 凭什么你说背就背 弹幕瞬间炸开了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一个热搜词条 瞬间标到了第一 讲个笑话 高数90 不知勾股定理 显然顾楠楠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她开始在镜头面前疯狂找步 哎呀 我就是不想回答 谁不知道勾股定理呀 A2加B2等于C2 大家只是一起工作 节目组也是出于热度考虑 这次直播机会我很珍惜 所以不希望产生太多不愉快 顾楠楠说得得体 又圈了粉丝一波好感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只想发疯 开场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面我更要做 我们被带进一家民宿 开始分配房间 为了能有更多交互镜头 三个男生 三个女生是分别住一起的 我跟影后不熟 只客气打不招呼 倒是顾楠楠 为了显示自己得体后生的形象 缠着影后说了很多话 寒暄过后 我们开始收拾行李 节目大体的流程 就是分配房间 做游戏 做晚饭 夜聊之心话 从收拾行李开始 我的嘴就没闭上过 顾楠楠打开马的 整整齐齐的行李箱 我 要 好整齐 我老公的行李箱 你也会这么收拾吧 我们共同去买菜 顾楠楠为了展示自己的美好形象 对着镜头 教了大家许多挑菜小tics 当然 这也是台本上写的 我 哎 妹妹好会买 怪不得我老公会喜欢你 晚上顾楠楠做了一桌菜 邀请我们品尝 我 哎呀 这么丰盛呢 不知道我老公最喜欢吃哪到 我也想尝尝 深夜夜聊 我们都换上睡衣素颜上阵 只有顾楠楠化了精致的素颜妆 弹幕里都是夸她素颜好美时 我又出来石破天惊 宝宝你裸妆好美哦 晚上你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也会这么用心吗 天哪 那场面真是美好的 无法想象 顾楠楠的脸都绿了 弹幕上更是笑风 我笑死 她真的好会阴阳怪气 上次不是说了吗 他们就是商业联姻 本来就是个玩个的 拿到台面上说太难看了吧 沈碎好歹算个富二代 太强势的女人 不讨人喜欢 这一条出来 下面瞬间搁了几条回怼 女人强势等于不容易被摆布 等于独立 是在夸奖望周知 追星追的脑子都坏了 还是什么时候宪法改了 不实行一夫一妻制了 我不知道 顾楠楠也看到了这条 她顿时眼眶发红 渲然欲气 幽怨的看我一眼 整个人像是要碎掉 我 我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解释 第二天 顾楠楠几乎都是躲着我走的 我听到她打电话 跟江琛发疯 想要让她出来主持公道 可江琛并不理她 甚至还在我挂断她三个电话之后 给我发了短信 沈家快撑不下去了 我不信你不在乎 沈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扶软 我翻个白眼 我扶你妈 男人真的很奇怪 当你对她好 她会对你气如必喜 当你不搭理她 她反倒会经常倒贴上来 她对你好的限度 都在不触及她的根本利益 这个限度之内 我琢磨着顾楠楠也该动手 果然 当晚直播结束 我就被许乔兰在了客厅厨房里 她单手撑着冰箱 相动我 还露出了自己锋利的下河线 碎碎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 我麻木回应 OK 所有你的情况我也听说了 她不舍得给你的 我会给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综艺 给人做对照组的委屈 我想要你 跟我一次 我带你上戏 怎么样 我一口果汁差点没喷出去 但还是忍着想笑开口 之前晚会上 我的酒不小心撒到你的衣服上 你明里暗里说是我缠着你 你要走却摆脱不了 才撞上我的酒的 因为这件事 我被骂了半年 许乔脸色一变 立刻解释 那都是误会 公司让我炒作 我没办法不听 况且那时候 我还没有了解全部的你 压根不是公司让她炒作 而是顾楠楠 前那时候 我的风评正在滑坡 她说什么网友都会信 一个人一旦有了污点 信用就会立刻破产 顾楠楠利用的 就是网友这种心理 和沈碎喜欢自证的习惯 才能一次次赢 我跟她调换了位置 挑眉轻挑的看她 你确定 想要我 许乔点头 眼神深情 想 我想你很久了 她压低声音 我想让你的腿 来盘我的腰 我冷笑一声 忍不住了 直接后退一步 在她震惊的眼神中 做了个二语弊的手势 FKRYO 我左右摇摆 上蹿下跳 声如红钟 FAYYO 我给你一电炮 点了你的五迷三道 也不看看自己多小 胆敢对我说你想要悠 许乔震撼了 你 你精神病吧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厨房的灯 在此刻变得不是那么灵敏 微微闪了几下 我立刻晃了下脖子 长发垂在我的面前 我微微低头 向上阴森森的看她 对 我有病 那你知不知道 精神定杀人 是不犯法的 许乔尖叫一声 跑了 惊醒了范裙和卫消 他们俩睡眼惺忪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两手一摊 装无辜 不知道 可能撞鬼了吧 第三天 是直播综艺的最后一天 直播在我时不时 刺顾男男一句中结束 而我也敏感察觉到 短短三天 导演看我的眼神 更加炙热起来 想必现在的她 跟袁书中一样 以为我能来这个综艺 是迫于无奈 江琛每天带着顾男男 招摇过世 根本不在意我 而沈家没落 不足为惧 她色胆包天 开始蠢蠢欲动了 直播结束 众人欢呼 制片组便招呼大家 一起吃顿晚饭 就是这顿晚饭 孙导喝得醉熏熏 让沈岁喂酒 沈岁被占尽便宜 忍辱负重 才堪堪逃脱 这一幕 被顾男男 是为意外之喜拍了下来 连着昨天许乔的照片一起 发到网上 果然这顿饭 刚开始吃时 还算正常 大家互相寒暄着工作和作品 酒过三旬 孙导便借着酒意 坐在了我的旁边 他的手开始搭在我的椅背上 我知道 这是试探 所以没管 蔡蔡也在饭局 一度想要过来 又想到我嘱咐她的是 生生忍下 但孙导忍不了了 他一把拉过我的手 开始妈撒 嘴里一股酒气 和食物腐烂的味道 小沈 我其实很欣赏你 孙导知道 你不幸福 但孙导觉得 你能配上更好的 周围的人都喝了不少 即便是还有神志的 见到这幕 也大多会选择视而不见 不给自己惹麻烦 我心里在冷笑 恋上却装作惊慌地拿开手 道酒 孙导 您说什么呢 我敬你 他见我怕他 更是开心了 许是酒意作祟 也许是他已经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 知道有我这种反应的女生 是对他有恐惧的 他便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下一秒 他肥腻的手指压上我的嘴唇 声音暧昧 眯成一条缝的小眼里 闪过猥琐的光 敬我不够 我要你 喂我 我跟他确认 你确定 让我喂你 孙导点点头 我叹口气 那好吧 我毫不犹豫地拿过酒杯 起身 一拉桌上的布 中气十足 那我就现丑了 下一秒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用高跟鞋开了瓶盖 孙导 我这就来为您喝酒 我喝酒 漱口吐到孙导杯子里 再次喝酒 漱口吐到孙导杯子里 吐满 上面还漂浮着俩韭菜叶 我哀哑一声 玩犊子了孙导 我刚刚好像吃韭菜水饺了 孙导已然愣在原地 很快 他脸上肌肉 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 对着桌上的菜 哇一声吐了出来 菜菜笑了一晚上 第二天刚醒 他的喊声响彻云霄 啊 顾楠楠 确实是沉不住气的 我还没睁开眼 菜菜就把热搜的照片 对到我的脸上 我眯着眼看 不枉我特意给他一些角度 这几张照片拍得确实暧昧 甚至还给我精修调光了 显得好像 我确实对这两个男的 有什么想法一样 打开手机一看 江春果然打来电话 你在哪啊 你不在你妈这套房子 你去哪了 原住中 江春是要过来 然后说我脏 把我带回家 带到浴室冲洗羞辱 可他不知道 我今天住酒店了 为了就是不见到他那张晦气的脸 我慢悠悠的洗漱刷牙 听着江春在另一边辱骂 沈岁 我几天没找你 你就饥渴到这种程度 我满足不了你了是吗 正大光明给我戴绿帽子 你脏不脏 你真是又脏 又不剪扁 你在干什么 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 你这个 当负 我一言不发 挂了电话 菜菜心有余悸 还好你提前让我录像了 真没想到顾楠楠这么恶心 我轻笑一声 看着营销号那些极恶如愁的发言 这种人存在 确实败坏内于风气 所以之前那些都是真的 我还当他是什么真性情女神 许桥好惨 已婚妇女能能要点脸 离我们许桥远一点 之前那么多人说他霸凌 大家能一起说谎吗 互联网忘性真大呀 而顾楠楠的视频也在此刻到了 他对着镜头 哭得梨花带雨 没想到 这么快就让大家看到真相了 无论照片是谁发的 我都会感谢他 这就是原因 沈碎嘴上说要离婚 实际上就要分江家家产 根本不想离 江琛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事了 他吸吸鼻子 努力冲镜头露出笑容 只要坚持 天总会亮的 对吗 蔡蔡已经不会生气了 他现在热血沸腾 键盘敲得霹里啪啦作响 正在准备给我的公关稿 我笑了声 先不用血 蔡蔡抬头 沈碎姐 我没说话 一个字都没发 只把两段视频放上去 一段是许桥跟我在厨房里的视频 另一段 正是饭局上的视频 无剪辑 完整版 视频刚放上去 就在网上掀起惊涛骇浪 我去 这是我吃瓜翻转最快的一次 震撼了 我真是太震撼了 所以从最开始 就是许桥先骚扰神姐 还恶人先告状 神姐反应太快了吧 哈哈 恕我直言 谁能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还跟神姐过不去 就是顾楠楠本人吧 顾楠楠 没想到神姐有这一手 翻车太快 妈的 亏我之前喜欢顾楠楠 真是瞎了眼 顾楠楠退圈 蔡蔡时刻关注网上的风向 她蹙眉 这就直接反转结束了 不会 我答得随意 从行李箱拿出衣服换好 一般人被逼上绝路 势必还会反扑 我们等就好了 果然 还没到下午 就有另一个词条上热搜 词条内容是 沈碎精神疾病 热评第一 恕我直言 看了这两条视频 只有我觉得 沈碎精神出问题了吗 蔡蔡看着这条微博 今天首次骂出一句脏话 我毫不意外 是了 这才对 我也觉得 沈碎的精神状态好恐怖 这有什么吓人的 演我精神状态罢了 这种环境下哪有不疯的 拜托 这不只是疯的问题了吧 你想疯 但是你真的会疯吗 你不会吧 但是他就真的发疯了 精神病人杀人的时候 你们又说 他们凭什么不判死刑 女明星这个状态 真的做过精神鉴定吗 真的精神健康吗 如果确实是精神病人 那他不需要监护人吗 对呀 谁在镜头前 会那么不体面 现在在看之前直播的 Cut突然觉得不好笑了 话说到这 许多自媒体博主 纷纷出来 他们将我在直播时 嘴炮的话 剪辑到一起 再加上之前 我在电影手印里上发的疯 加一点花字 加一点特效和音乐 我就物理意义上的发疯 彻底变成了 病理意义上的精神病 我画着这个话题下的舆论 唇边勾出笑意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污蔑女性的方法 自古以来离不开这两个套路 一个就是荡妇羞辱 造她黄谣 一个就是说她疯了 大街上 对女性动手的男性 如果说这是自己老婆 她有精神病 至少会劝退99%的路人 山区里 说被拐进去 想要逃脱的女性疯了 大多都能骗过外来游客 这两种方法 都叫人无法自证 都非常恶毒 只可惜 我不会有任何事 而顾楠楠也最好做好准备 被我反扑 蔡蔡开始联系王总批预算 让营销好身体 但王总那边 果然开始装傻冲愣 话里话外说 如果我太累 可以去养病 蔡蔡气得摔了手机 而在此时 我已经架好了手机支架和灯光 蔡蔡看着我的动作 眼睛亮晶晶 沈碎姐 我总觉得你有后招 我当然有 我没准备录视频 而是直接开了直播 众人本就在盯着我 此刻看我开了直播 全都涌入了我的直播间 不出两分钟 直播间的流量就破了千万 我自然觉得 直播间人越多越好 接下来 轮到我登台了 我对着镜头 吐字清晰 听说有人说我发疯了 我就想来说两句 大家有没有觉得 毁了一个女性 好像有两件事就够了 要么去造她黄谣 要么就说她疯了 这是对女性最原始 也是最有用的污蔑与驯化方式 离婚 被出轨 感情失败等桃色新闻 总能盖过她的作品和成就 随便说一个女性疯了 就能合理化一个男性的行为 凭什么 我停顿一下 话感得很密 我是沈家最不受宠的女儿 自我母亲去世后 我从小到大吃穿住用 只能维持温饱 长大后眼下爱上一个人 我以为她能救我于水火 我爸看中她家家产 于是我唯一的价值 就是跟她联姻 我原以为结婚后 一切都会好 却发现她只把我当替身 跟我结婚后也依旧带着 顾小姐招摇过世 有人可能从这里得出结论 男人靠不住 但我得出的结论却不止这些 你们看 我将我丈夫和顾小姐的事曝光后 她有出来说一句话吗 没有 她对顾小姐可能有感情 但这份感情绝对不能伤及 她自己的核心利益 对她来说 重要的不是白月光 而是年少时的求而不得 求得了就不珍贵了 女性对她们来说 从来只是玩物 最好能为她逗得你死我活 来满足她的虚荣心 金钱 权柄才是她们毕生追求的所有 如果我想要跟她平等对话 如果我不想离开这一个 又迎来下一个 那我唯有站在比她们更高的位置 我要掌握 使男人感到恐惧的权利 要获得足以让男人不敢造次的地位 因为无数个例子告诉我们 跟他们讲理讲不服 只能打服 只有打服 他们才会去尊重我 我才能有真正上桌 和他们平等对话的机会 我话音一转 眼泪随即流下 但这只是我的理想状态 因为我现在能做到的 只有装疯卖傻 上千万人的直播间 弹幕罕见的静里顺 我停顿一秒 又开始到 有人会为了养家冲人 点头哈腰伏地做小 有人会为了一般可观的收入 喝酒喝到胃穿孔 每个人都有太多心酸 与不为人知的一刻 我也一样 我无法撼动挡在我前面的山 因为我始终孤身一人 如果装疯卖傻 能将我从糟糕 向下的环境中救出来 那装疯卖傻就不丢人 因为我知道 想要对抗运行了上千年的游戏规则 就要做好被扒皮抽筋的准备 有的人觉得太痛 就放弃了 麻木不痛 可我不想麻木 很遗憾顾小姐会为了拥有一个男人 如此伤及和她处于同一处境下的同性 我对她的行为不敢苟同 我希望她能跟我道歉 弹幕瞬间炸了 蔡蔡也在对面眼眶通红地望向我 沈岁 之前我是她的粉丝 她当时演技好又敬业 有不少人喜欢她 能走到台前的 在台后必然做出了一万分的努力 也打败了不止一万个人 她已经是在一个行业有一定成绩的人了 可当她面对这些时 却依旧无能为力 代入一下 确实没更好的方法 如果她不发疯 哪怕是假装顺从 那几张照片 泼在她身上的脏水都没办法洗清 该说不说 她反应真的好快 逻辑也好顺畅 妈的 我想到我之前被职场性骚扰的时候 对啊 怎么去对抗上位者 如果不顺从 我工作就没了 可是我要靠这个吃饭 我之前在大街上被人搭讪 也不敢生气 因为我跟她力量悬殊 我怕被打 之前我的信息也跟沈碎一样 被人发到贴吧外网 编造了很多淫秽信息 我的联系方式都被家暴打爆了 他们还恶意批我的照片 发到我亲戚朋友的手机上 那段时间我真的 想死的心都有了 造黄谣可耻 弹幕纷纷扬扬 网友无一例外 想到了很多很多 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刻 沈碎装疯卖傻不丢人 的词条上热搜 我下了直播 一直关注网上的舆论 发现他们不仅转发 我的直播cut表示共鸣 说出自己同样处境下 却无能为力的故事 更有不少我之前的校友 纷纷出来 说我霸凌的事 根本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人 甚至有和顾楠楠工作人员的 聊天记录 说自己也曾经被联系过 要求出来造谣 审遂校园霸凌 但他们拒绝了 之前没站出来 是怕被明星找麻烦 他们之前或许怕惹事 不想多此一举 可当舆论是正向的 有利于我的 总会有人出来发声 有些是 根本不用去自证 等你站得高一点 谣言总会自己被证明 这场直播让顾楠楠彻底牙火 它成为被群起而公知的焦点 热度持续了整整一周 而我也趁热开始了 我原本的计划 我宣布 由我出资 并请女性慈善家江苏 发起的八笔互助基金会成立 基金将为一切在生活中遭遇不公 受到迫害的女性 提供金钱和法律援助 包括但不仅限于诽谤 家暴 侮辱 猥亵 甚至更甚 同时 我自己的影视工作室也成立了 我将利用自己的收入 不停歇地投资女导演 女演员 女编剧创作的作品 并身体力行去支持 公告一发 我就吸引了海量投资 我深知 我不能一直靠装风卖傻 一直靠系统 捷径或许好走 却不是长久之路 我要谢谢顾楠楠 为我做了一次 原本成本应当很高的宣传 将离婚起诉书寄给江琛 我转身投入到了自己事业中 属于我们的时代 才刚刚开始 时间匆匆过了几个月 即便我不去关注 也有一些八卦 传到我的耳朵里 顾楠楠已经见不到江琛了 她不得已 去江琛公司楼下找她 又哭又闹 江琛却只是冷淡地跟她说 拍那些照片时你在场 你陷害她 我听了只想笑 这就是男人 自己没理 也能倒打一耙 女人不仅负责生她 还要当他妈 顺便适时客串背锅侠 我的行情倒是很好 不少通告叫我去 公司也办得蒸蒸日上 而这段时间 江琛一直没找我 他没找我的原因我也知道 江琛他爸 被他气到中风住院 没人给他把多不说 在房地产界 刚入行那一单 让他飘了 酒局上说了些话 直接得罪了这个行业的龙头 不出多久 他就被整个行业排挤 他要没钱了 一个脑子不清醒 能被白月光忽悠瘸了的人 能有多少本事 运营好一个公司 原著中 虽然原因不同 江琛却也面临过这种危机 当时沈岁毫不犹豫 拿出全部积蓄 帮他以德抱怨 离婚官司开庭前 我接到了江琛 要约我见面的电话 我本不想见 谁知他拿我不见 就来公司赌我 我不嫌丢人 就不见为邮箱要挟 非要跟我见面 这行为跟顾楠楠没什么不同 看吧 当你处于强势地位 男人自然而然就成了 疯子 我当他有什么事 谁知他将我约在高档西餐厅里 话没说两句 就要单膝跪地 碎碎 从前是我糊涂 你愿意重新嫁我一次吗 我吓一跳 你疯了 你凭什么觉得 我现在还会跟你在一起 江琛脸上已不负往日光彩 反而看着十分落魄 见我拒绝得毫不犹豫 他眼里闪过一次横力 好 我知道你现在事业红火 看不上我 但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还没离婚 沈岁 你想要离婚可以 我们聊一下财产分割 我看他眼里的红光 轻飘飘地玩着自己的手指甲 江总 听说你最近不太好 没想到你过得这么不好 都要来额我一个小明星的钱了 让我猜猜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因为你得罪了人 江市股价大跌 元老门股票都抛了 江市马上就要一主了 对吧 我笑眯眯 从我的包里拿出那一叠股份转让输 有了这些 我就是江市最大的股东 江琛反应过来 我拿的什么 脸上从南看到狂喜 沈岁 一日付七百日恩 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对不对 岁岁 沈岁 不 沈总 你还愿意拉我一把吗 我保证 你是我老板 我会给你赚很多钱 我差点翻白眼 我愿意你个鬼 我是想告诉你 我们之间根本不会涉及财产分割 因为在我嫁进你家之前 你爸就让我签了婚前协议 生怕我占你们江家便宜 我们债务不共担 财产不共享 不然你以为 我是怎么敢没跟你离婚 就赚这么多钱的 我还要谢谢你爸 男人的利己主义 有时候也会害了自己呢 他大概也想不到 他几十年的心血 现在要跟我兴沈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的 江青脸色瞬间变得灰白 他的嘴唇开始哆嗦 表情不受控制 下一秒 他陡然变脸 一把抓过桌上的刀叉 沈碎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我要杀了你 但可惜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幕 不等他过来 就已经灵巧躲开 保镖在第一时间冲过来 把他摁在地下 我蹲下 看他被摁在地上的脸 一字一顿 你之前在公司 手段也不清白 不知道如果我把证据送到公安局 你会被判多少年 江青目自欲裂 想要挣脱 可他挣脱不了 我还在笑 我也给你个建议 提前做个精神鉴定 看看自己是不是疯了 毕竟你现在 很需要这个 由此 江青在我的世界里彻底落幕 后来 我爸又找过我 我很给他面子 回到沈家 他以为我回沈家 是心里还惦记亲情 能从我这吃上红利 谁知 我去他家 只是笑着告诉他 沈元不是你亲生的哦 那是林阿姨前夫的孩子 我爸当场崩溃 你胡说 我胡说没有 你去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 听说前段时间 林阿姨闹到你的宝贝秘书小产 爸爸 我真的很担心啊 你这辈子 还能有自己的儿子吗 你 你 我爸被我气得当场昏倒 我却只是 看着地上抽搐的男人 默默示意 保姆打个120 沈副本就是个倒插门的吃绝户 没有多大的经商才能 凤凰男一个 一辈子依靠女人 却看不起女人不说 还生怕别人说他只靠女人 我姥姥姥爷死了 我妈也死了 他才真正扬眉吐气 对自己香火的渴望 到达巅峰 他认为 儿子才是他血脉的证明 哪怕我是亲生的 蔡蔡也逐渐稳重 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 顾楠楠去给民事地产的老板 当了小三 被原配打得流产了 他现在没了谋生手段 除了依靠男人 好像也没别的路可走 他现在应该明白 男人的爱 最依靠不住 因为他们永远只最爱自己 可已经晚了 在听蔡蔡提到这个名字时 我只觉得恍如隔世 到此时我才发现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系统的声音 找他好几次 才发现 他已经绑定了其他宿主 他说 我发现你自己做得很好 好像不太需要我的奖励了 他还说 我想去绑定更多恋爱脑小说里的女主 他又问 你呢 有什么打算 我心想 我呀 其实我在原本的世界里 也是靠自己的手腕 爬上来的女企业家 靠装风卖傻 躲过很多酒局与骚扰 后来我也创办了女性护主基金 人到中年的某一天 我在自己的私信后台 看到了这本书 分享过来的小姑娘 跟我抱怨 这么多恋爱脑小说 大家的脑子都要看坏了 女性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啊 我被她稚气的言论逗笑 打开看了一眼 比恋爱脑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 是她没完结 但我也依然感到警醒 因为我能懂审遂的不安和犹豫 她活在一个父亲缺位 母亲哪怕明知父亲差劲 却依旧为爱结婚的家庭 她渴望家庭的温暖 渴望被爱 这样的女孩很容易被骗 别人对她有一点好 她都会死心塌地 因为从没有人告诉她 没有什么人会是救赎 能拯救自己的 只有自己 谁知后来 我因为工作太累嘎了 就穿到了这本书里 我选择继续做之前做过的事 改写了虐文女主的人生 让不合理的设定 回到了他们原本的诡计 如果那个读者能看到 也应该会很开心吧 全文完